1995年亞洲小姐亞軍 四十七歲的黎淑賢 今天被親人發現 在北角的住所裡燒炭 信苑搶救之後證實不至 由於外貌出眾 拒選完亞姐 就火雪煞入電影圈 第一部演出的作品 就是《古惑仔衣》之《隻手遮天》 飾演蔣天生的女友方亭 其中一場 被烏鴉強迫拍裸照的場口 更加有性感的伴裸場面 令人印象難忘 自《古惑仔衣》之後 他都有不少的演出機會 但是1997年 就拍了《蘭桂芳七公主》 《戰狼傳說》 和《護花驚情》 他在1998年的《新法壽司》 飾演黎耀祥的老婆 也有不錯的演出